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来干嘛呢 今天来拔草 帮忙拔草 可以看一下我朋友的原则 那个草长得比植物还高 这个也是夏天的特色之一 因为雨季嘛 草长得非常非常快 你可以看整个都是草 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兰花 哪一个是草 草有好处 它下雨的时候 比较不会水浸下去以后 造成它整个材质过湿 因为那个草会减少 那个雨直接打到材质上面的功能 那当然草有更大的坏处 它会造成你的材质的腐坏 你可以看满满都是草 满满都是草 而特别是这种 这种叫什么 冷水麻之类的 小叶冷水麻之类的 非常会长 非常会长 那满满都是 所有上面的兰花 过个两个礼拜下雨 就会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这是兰元的缺点之一 反而在我们的阳台上太干了 不会长草 那在兰元因为它旁边都是田 那田就会飘种子过来 所以你看到处都是草 那这个草你不拔除 它到时候会长得比你的植物 你的兰花还高 结果我就把兰花整个包住了 那就可能造成兰花的死亡 这所以呢 通常他们到夏天来 就是来拔草 这也没办法 就是兰元就有这个缺点 但是好处是 长草的话表示它湿度够 湿度够 那你可以看这个都是小叶冷水麻 整个长到那个蛇木板上面都是 所以在那个兰元的蛇木板 它有个很大的缺点 没办法撑很久 很容易烂掉 很容易烂掉 假设你在家里头的阳台 可以用个三五年 甚至到六七年左右 在原子大概两三年 它就腐坏掉了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 夏天呢 就是来这里帮忙拔草 那因为我现在一是手拿着相机 所以没办法操作 你可以看这个整个都是草 整个都是 那这个是下完雨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状况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不管是蛇木板上 不管是你的盆子 像这边很多盆子的石壶栏 全部都是草 全部都是草 那你不拔草呢 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你的兰花就不见了 被草包起来了 那如果你拔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花了半天时间在拔草 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何况是你又不能丢那个除草剂 因为除草剂是砖沙砸草 没错 但是你的兰花会死光光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都是草 那这个草 就是不拔 你会造成你的材质 不管你头是水草 或者是你头是蛇木板 或者是一些水胎之类的 它也会坏掉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 所以拔就是夏天来 就是帮忙拔就对了 帮忙拔就对了 你会看他们都每天来拔草 就是跟种田差不多除草 实在是没办法 虽然你放在水胎 放在胎子上 下面那个塑胶板 叫台 那胎子上 但是虽然离地表有一个距离 但是那个草的种子会飘 它从附近的农田飘过来 或者是从隔壁飘过来 或者是它本身在上面长出来 就是飘过来 就会造成全部都是杂草 所以你的栏源就全部都是草 所以没办法 所以他们来拔草 今天就是来帮忙拔草的 拔草的 对 你看看得到那个兰花吗 看得到 还看得到 过一阵子如果你不拔 两个礼拜后就看不到 就整个都包起来 那过一阵子 兰花就会死掉 因为造不到 造不到那个 它会跟它抢养分嘛 但是 其实有一个好处 它真的比较不会造成下面过失 你会发现 因为它变成 它会更会让它通透性加强了 好 OK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